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讲了说这个线性系统,它就是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然后又告诉你说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可以表示成matrix和vector的相乘。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有解还是没有解。 那这个部分呢,对应到课本的1.6节。 那其实上课的投影片跟课本内容可能是没有完全align在一起的, 但其实课本里面有提到的东西,上课的时候呢,都有讲到。 那只是有些地方用比较直观的方法来陈述,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课本的证明。 那我会告诉你说,每一个投影片呢,它对应到的课本,它是对应到课本的第几章第几节。 那今天要讲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说呢, Linear System,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跟matrix vector的product,它们是同一件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说,一个线性的系统是否有解, 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否有解。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假设给你A跟B, 假设给你A跟B,那接下来你要去检测说,在给定A跟B的前提下, X是否存在,是否可以找得到一个X跟A做相乘以后,得到的输出,得到的结果是B。 或者是说,给定一个Linear System,然后呢,你有一个指定的Output B, 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X,得到指定的Output B。 或者是说,今天呢,有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你有所有的Coefficient A,你有Constant term B, 你能不能够找到一组X,X1到Xn,使得这个Equation成立。 那在今天这门课里面呢,你会学到两个新的专有名词, 一个是Linear Combination,然后第二个呢,是Spend。 那这个问题显然非常重要,有没有解这个问题,显然非常重要。 因为可以想象说,假设Linear的System是你的电路,然后现在呢,你的老板指定你这个电路要输出, 比如说B这么大的电流,那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电压源,电流源,使得输出,是老板指定你要的东西。 还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办不到,所以你就可以一拳灌爆他的鼻梁,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办不到的。 好,那一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如果它有解的话,那不管它是有一个解,或者是比一个更多的解, 那我们说,这一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Consistent的。 那如果它没有解的话,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说法是,它的解是空集合的话,那它的解是空集合都没有解,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们说这一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叫做Inconsistent。 那下面只是举几个例子,举举来说,这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我们先不讲怎么解答,但这个对你来说非常容易,这个是国中数学, 它的唯一的解是三一,X1等于3,X2等于1,那对这第二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来说呢,它的解呢, 它的解呢,是长这个样子的,它的解呢,是三一加上T倍的负一三,不管T呢,在哪一个时数,它都是上面这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的解。 或者说呢,这个是,这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它没有任何解,它的解是空集合。 所以,第一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Consistent的,有解,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都叫做Consistent。 第二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Consistent的。第三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它没有解,所以它是Inconsistent的。 有关检查一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它有解或没有解这件事情,其实你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举例来说,你可能解过这样子的问题,给你一个二元一次的连立方程式,比如说呢,它长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解呢?你就会想象说,这个第一个Equation,它是一条直线。 因为它只有X1和X2两个变数,所以你可以把X1当作是X轴,X2当作是Y轴,把这一个Equation当作是一条直线,画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 第二个Equation也是一条直线,那接下来就把这两条直线画出来说,如果今天这两条直线,它们只有唯一一个焦点,那这一个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它就是唯一解。 那如果它们是平行的,那它就是无解。如果这两条直线正好重合,那就有无成多解。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学过解有两个变数的,所以你可以画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 你可能学过解三个变数的,你可以画在一个三维的空间中,但是你可能没有试着解过更高维的问题。 那在线性代数这门课里面,我们就是要解更高维的问题。 好,那第一,首先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呢,是Linear Combination。 Linear Combination是什么意思呢? Linear Combination的意思是说,如果给你一个Vector的Set,给你一组Vector,这边写作V1到VK,这边总共有K个Vector。 那这个K个Vector,你可以对它们做一个Operation,可以对它们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做Linear Combination。 Linear Combination这件事情是说,你找K个Scalar出来,你这个VectorSet里面有K个Vector,那你这边呢,就找K个数值出来。 那这K个Scalar,我们又叫做Linear Combination的Coefficient,你找K个数值出来。 然后,把这K个Vector,跟这K个数值做相乘,做V字上,你会得到一个新的Vector。 你把U1这个Vector乘上C1,你把U2这个Vector乘上C2,一直到你把Uk这个Vector乘上Ck,你会得到,把它们全部加起来,把它们全部加起来, 你会得到一个新的Vector叫做V。这个V呢,就是U1到Uk做Linear Combination的结果。 好,那这边就只是很快的描决一个例子说,我们一个VectorSet里面有三个Vector。 我们有Coefficient-3,4跟1,然后叫问你说呢,这三个Vector用这三个Coefficient做Linear Combination的结果是多少? 来看看你能不能够心算出它的结果。 应该是多少呢?你就把-3乘上1,你就把-4乘上1,再加上你把1乘上1。 如果算错,你要跟我讲一下,心算以后应该是2吧,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你把-3乘上1,你把-4乘上3,你把1乘上-1。 那得到的结果是多少呢? 8!好,谢谢!那我就不用算是8,应该。 好,是8,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直觉,就是Linear Combination。 好,那这个Linear Combination跟有解没有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事实上呢,上周在讲Matrix跟Vector的相乘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Linear Combination这个字眼。 我们说,其实,举正相乘就是举正的,举正跟向量的相乘,其实就是把举正的每一个Color做Linear Combination。 我们说,我们说,我们会把所有的Coefficient集合起来,当做一个Matrix来看。 那,这边的Coefficient就对应到同一个Variable的Coefficient,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就是举正的每其中一个Color。 就举正的Color。 跟第一个Coefficient相乘的,就是举正的第一个Color,跟第二个Coefficient相乘的,就是举正的第二个Color,以此类推。 对,然后我们说,把这个举正A跟向量X相乘,得到的结果,其实就是把这A1到AN这N个Vector,根据X这里面的N个Coefficient,做Linear Combination。 好,所以其实,举正跟Vector,Matrix跟Vector相乘,就是把Matrix的Color做Linear Combination。 好,所以,在Linear Combination里面,我们一个Vector set有一组Coefficient,那在举正和Matrix相乘的时候,你的举正每一个Color合起来就是Vector set,你乘上去的那个Vector,就是Coefficient。 好,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刚才说,我们今天在这门课要讨论的问题是,AX等于B,它有没有解,或者是说,有没有解这件事啊,有没有解这件事啊,等同于问说,它的Solution set是不是Empty, 也等同于问说,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不是Consistent的,这个都是讲的是同一件事,只是说,用不同的方式来陈述它而已。 那,这件事情等同于什么呢? 这件事情其实等同于问说,B是不是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 就我们本来说,我们本来说,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AX等于B是否有解,在给定A跟B的情况下,你是否能够找到一个X。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等同于问说,B是不是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 A是不是B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上面这些有没有解的陈述,跟B是不是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它是一模一样的。 它讲的是,我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举三个例子,看看根据Linear Combination的概念,你怎么判断说,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是否有解。 那这边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当然你可以,就用高斯销去把算一算,你就知道它有没有解。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第一个Equation跟第二个Equation当作两条直线,把它在二维平面上画出来,你也会知道它有没有解。 但是我们今天要从Linear Combination的角度,但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你高中会的东西。 但是我们用Linear Combination的角度来看说,它到底有没有解。 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可以写成右边的矩阵跟向量的相乘。 它的矩阵A长这样,3624,它的X就是X1X2,它的B就是34。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B是不是A的Column,A有两个Column,A有两个Column,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 A的Column是两个Vector,是一个两个Vector所组合成的Vector Set,B是不是这两个Vector的Linear Combination。 好,那我们这边呢,用图示的方法来想这个问题。 我们的Vector Set是32跟64,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Vector画在二维的平面上。 当然,未来你要解更高维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画在二维的平面上。 但我们现在呢,先讨论比较低维的,你高中学过的东西,我们把它画在二维的平面上。 那它跟你高中的时候看待同样的问题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个Vector,32这个Vector,我们把它画出来长这个样子。 那64这个Vector呢,把它画出来长这个样子。 那64这个Vector呢,是32这个Vector的长度的两倍。 那它跟32这个Vector呢,是平行的。 好,那34这个Vector,如果你把它画起来的话呢,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要32跟64这两个Vector做Linear Combination。 他们Linear Combination的结果,你把32跟64用任何的Coefficient做Linear Combination。 它所得到的结果,都一定落在这一条曲线上。 一定都落在跟32、64平行的这一条曲线上。 那如果34这个Vector,它并没有落在这一个曲线上。 那它就不是32,64这个Vector set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这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没有解的。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这个第二个例子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的A跟X跟B分别写成这样。 那我们要问一样的问题。 现在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是否有解呢? 它是否有解这个乘数? 等同于说,A的Column所成的Vector的集合。 A就是2331,所以它有两个Vector。 这两个Vector所成的一个Vector set, 它做Linear Combination,能不能够产生B这个Vector? B这个Vector是否在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的这个结果中。 那这边呢,就看一下。 我们就把A的Column画出来。 那A的Column呢,我们应该要写在左边。 那A的Column呢,就是2331这两个Vector。 他把23画出来,把31画出来。 那4E这个Vector,B这个Vector,是否可以用2331做Linear Combination来得到呢? 那你可以想一下,就会发现说,啊,这件事情呢,是可以做到的。 你把31乘上两倍,你把23乘上-1。 那你把31乘上两倍,23乘上-1,再把它们加起来,得到的结果。 所以B是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它是有解的。 那接下来呢,更进一步告诉大家说, 如果现在有两个Vector,U跟V, 它们是二维的向量。 它们是二维的向量。 它们是二维的向量,如果它们不是平行的, 那它们的Linear Combination就可以少过整个二维向量的空间。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两个Vector,它们不是平行的。 它们做Linear Combination,可以组合出所有的二维的向量。 那所谓不是平行的意思,我想这个也非常的直观。 如果两个Vector,U跟V,它们不是0Vector, 然后现在呢,U又不等于C倍的V的话, 我们就说U跟V不是平行的。 所以现在有两个Vector,U跟V, 你把它们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它们得到的结果,可以少过整个二维的空间。 就没有人可以逃掉,只要在二维空间里面的Vector, 都可以用U跟V组合出来。 U跟V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它得到的结果, 可以少过整个二维的空间。 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就告诉我们说,假设给你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给你一个,它的Color是二维的Vector, 它的Matrix A的Color是二维的Vector, 而这两个Vector它们不是平行的。 那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不管你右边的B呢,你的Constant term带什么, 它都一定是有解的。 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说, 在二维空间中的两个非平行的Vector, 它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一定可以表示任何的Vector。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推广到, 如果在三维的空间中, 我们有UVW三个非平行的Vector, 那是不是可以用U跟V跟W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变成三维空间中的任何的Vector呢? 这个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你想想看,如果是二维空间中, 两个非平行的Vector, 可以少过整个二维空间。 那三维空间中, 是不是三个非平行的Vector, 就可以少过整个三维的空间呢? 你觉得可以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有些同学觉得可以,好手放下。 你觉得不可以的同学举手。 有些同学觉得不可以,好手放下。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可不可以。 这边我们在头领片上有一个二维的空间, 那你在头领片上很难画出三维的空间, 我把你勉强画一下。 这个是你的Z 坐标。 这个是你的Z 坐标。 好,那现在我们找三个非平行的Vector, UV是非平行的, 我们现在画第三个Vector, 它是W。 这个W呢,它落在XY的平面上。 它落在XY的平面上。 W、U跟V它们不是平行的。 但是你拿这三个Vector做Linear Combination, 得到的结果通通都落在XY的平面上。 你做不出任何一个Vector, 它的Z 坐标不是零的。 所以当你有三个非平行的Vector的时候, 你没办法少过三维的空间。 在二维的时候, 两个非平行的Vector可以少过整个二维的空间。 但是三个非平行的Vector, 在三维的空间中, 是少不了整个三维的空间的。 所以显然用是不是平行来决定说, 一组Vector能不能够少过整个空间, 是不够的。 所以未来, 其实在下一页投影片里面, 我们就会提到一个Independent的概念。 如果今天这三个Vector, 它们是Independent的, 那它可以少过整个三维的空间。 但事实上呢, 现在在这个图上举的例子, U,V跟W, 它们不是Independent。 虽然它们没有平行, 但是它们不是Independent, 它们是Dependent的。 那这个时候它少不过三维的空间。 那这个是下一份投影片会告诉大家的事情。 那我们刚才学到说, 如果U跟V是非平行的, 那它一定有解。 但是, 反过来, 是否成立呢? 是否有解? 保证推得U跟V一定是非平行的呢? 还是说有时候平行的状况下, 它仍然有可能是有解的呢? 不然我们来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了。 你觉得这一个箭头, 有解保证推得U跟V, 一定是非平行的同学举手一下? 没有, 你觉得这个乘数不成立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 请放下。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它是不成立的。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说, 它是怎么个不成立方。 好, 那现在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所对应的Matrix A, X跟B, 我们都把它写出来了。 我们要问它有没有解, 那这个我们已经今天提第N辨了, 它有没有解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Matrix A的column, 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有没有可能得到B? 那我们就把Matrix A的column, 在二维的空间做出来。 我们说这个Matrix A呢, 开着column, 就是两个2163, 我们把2163画出来。 2163正好是平行的。 63是21的三倍长, 它们是平行的。 那今天2163它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有没有可能得到-42呢? 是有可能得到-42的。 因为-42正好在2163所做Linear Combination, 所可以得到的这个集合的这一条线上。 2163做Linear Combination的时候, 它们所得到的Vector, 一定落在跟它们平行的这个虚线上。 但是-42, 就你的这个Constant, 正好落在这个虚线上。 所以它是有解的。 如果你今天的Constant B没有落在这条虚线上, 我随便画一个Vector, 随便画一个Vector B, 这个B, 当你的这个B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你就是没有解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说, U跟B, 如果你的这个Column的两个Vector, 它们是非平行的,一定有解。 但是, 就算是它们是平行的, 还是有可能会有解的。 好,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讲的下一个观念, 叫做SPAN。 那SPAN的意思是说呢, 今天呢, 你有一个Vector Set, U1到UK, 那你把这个Vector Set呢, U1到UK, 做Linear Combination。 你把它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所有做Linear Combination, 可能得到的Vector, 集合起来, 就叫做这个Vector Set的SPAN。 或者是, 你用比较数学化的方式来表示它, 就是说, 你有一组Vector, U1到UK, 现在你穷举所有可能的 Coefficient, C1, C2到CK, 那你就可以组出各式各样不同的Vector。 你把所有你可以组出的Vector, 通通集合起来, 得到一个很大的集合, 这个很大的集合, 我们写作SPAN S。 所以本来S呢, 是一个Vector Set, 本来S就已经是一个Vector Set, 你现在呢, 把S这个Vector Set做SPAN这件事, 你就直接写SPAN S。 那SPAN S, 它是一个新的Vector Set, 那这个Vector Set非常非常大, 这个Vector Set通常会有无穷多的向量在里面, 它常常会有无穷多的ELEMENT在里面, 这些ELEMENT它们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ELEMENT就是把原来S里面的这K个Vector, U1到UK做LINEAR COMBINATION, 把原来S里面的这K个Vector, U1到UK做LINEAR COMBINATION, 得到更多的Vector, 把所有LINEAR COMBINATION可以得到的结果, 通通集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SET, 这个非常大的SET, 我们叫做SPAN S。 好,那今天呢, 假如有一个Vector Set V, 它正好就等于SPAN S, 那我们就说呢, 这个S这个Vector Set, 是这个很大的Vector Set S的, 刚才讲错了, 这个很大的Vector Set V的GENERATING S, 或者是说呢, S呢, 它GENERATE V, 我们会说这个S呢, 如果S SPAN, 把S做SPAN的结果, 正好等于V这个SET的话, 我们就说, S呢, 是V的GENERATING S, 或者我们会说, S呢, 升成了V这个SET,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把S呢, 当做是来描述V的特性的一个方法, 因为像这一种很大的Vector, 它通常有无穷多的ELEMENT在里面, 有时候通常就是, 当然, 你可以找到一个例外, 等一下会讲说那个例外是什么, 它通常有无穷多的Vector Set在里面, 它通常都有无穷多的ELEMENT在里面, 所以你要描述它的时候, 你不好描述它, 你没有办法把里面所有的ELEMENT通通都列举出来, 所以你要描述这种有无穷多的ELEMENT的Vector Set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乘数它的这个GENERATING S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说这个Vector Set长什么样子, 你告诉别人说这个Vector Set是由什么样的GENERATING S GENERATE出来的, 别人就可以想象说这个无穷大的Vector Set长的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边就是举几个例子, 我们现在有一个Vector, 它叫做00, 我们这个Vector Set它里面就只有0Vector, 那我们把这个Vector Set做SPAN, 我们有一个Vector Set S0, 我们把S0做SPAN以后,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得到的新的Vector Set, SPAN S0, 它里面也只有一个ELEMENT, 因为你把00乘上任何的Coefficient C1, 得到的结果仍然是00, 所以做完SPAN以后, 并不永远都会得到无穷多的Vector, 就是把一个Vector Set做完SPAN以后, 新的Vector Set不见得永远都有无穷多的Vector, 它在这个Case里面, 它仍然只有一个MEMBER, 仍然只有一个MEMBER,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现在呢, 你有一个Vector 1跟-1, 你有一个Vector Set, 里面就只有一个ELEMENT, 这个ELEMENT呢, 就是1跟-1, 那你把这个Vector Set S1做SPAN以后, 你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你得到的结果会是, 你把1-1这个Vector在二维空间中画出来, 那把这个Vector跟另外一个Coefficient C1做相乘以后, 你得到的结果是, 这一条黑色的直线上面的任何的Vector, 今天这条黑色的线上面的任何的Vector, 都可以用这一个E-1这个Vector, 乘上一个Coefficient C1以后, 乘上一个Coefficient C1以后得到, 所以今天呢, 你把S1做SPAN以后, 你得到的新的Vector Set SPAN S1, 就是在这条直线上面, 所有Vector所形成的集合, 那这个集合的数目, 就会是无穷多的, 那事实上如果今天, 在一个Vector Set里面, 它有非0的Vector, 那你把这个Vector Set做SPAN以后, 你把这个Vector Set做SPAN以后, 你会有无穷多的Vector, 那这边是更多的例子, 如果我们刚才已经看说, 如果把1跟-1做SPAN以后, 你得到的Vector Set呢, 是这条黑色的直线, 那我们现在呢, 有另外一个Vector Set S2, 它里面有两个Element, 分别是1-1跟-22, 我们把这两个Vector, 拿去做SPAN以后, 得到的Vector Set, SPAN S2, 长什么样子呢? 1-1在这个地方, -22在这个地方, 你把他们做Linear Combination, 你把1-1乘上各种不同的C1, 你把-22乘上各种不同的C2, 把他们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得到的结果, 也会落在同一条黑色的直线上, 所以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说, SPAN S1等于SPAN S2, 你把S1这个Vector Set, 拿来做SPAN以后得到的结果, 跟把S2这个Vector Set, 拿来做SPAN以后得到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 他们SPAN以后得到的集合,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算是两个Vector Set, 他们里面的Vector数目不一样, 他们做SPAN以后, 仍然有可能得到一样的Vector Set。 好,那接下来呢, 刚才看的例子, 是你的Vector Set里面有一个Vector, 有两个Vector, 那接下来呢, 看一个Vector Set里面有三个Vector的例子, 那我们把这个Vector Set里面的三个例子, 在二维的空间中画出来, 那把这个Vector Set S3做SPAN以后, 得到的大的Vector Set, 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大的Vector Set, 其实会是, 其实就是整个二维空间中, 所有向量所成的集合。 所有二维空间中, 二维向量所成的集合, 我们上周讲过说, 这个东西叫做R2。 所以今天呢, 把S3这个Vector Set做SPAN以后, 得到一个新的大的Vector Set, 它就等于R2。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说, 如果今天有两个不是平行的Vector, 在二维空间中, 它们Linear Combination的结果, 就可以少过整个二维空间。 所以, 今天其实你拿这两个Vector, 组成一个Vector Set, 它们做SPAN以后, 其实就已经等于R2了。 所以其实不需要加这个Vector, 它们做SPAN以后, 就已经等于R2了。 那这边是更多的例子了, 我们现在用这三个Vector, 做SPAN以后可以等于R2。 那现在再多加一个新的Vector, -13, 它做完SPAN以后, 仍然是等于R2。 接下来你不管再加多少Vector, 进去这个Vector Set里面, 你再加多少Vector, 进去这个Vector Set里面, 去做SPAN, 得到的结果仍然都是R2。 好,那这边是更多的例子,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Standard Vector。 我们说Standard Vector, 就是其中一维是1, 其他都是0。 E1代表第一维是1, E2代表第二维是1, E3代表第三维是1。 那如果你把E3这个Vector, 就假设一个Vector Set里面, 只有E3这个Vector, 你把它做SPAN的话, 那你得到的就是, 所有落在Z轴上的Vector。 那如果你把E1跟E2, 拿去做SPAN的话, 那你得到的结果, 就是整个XY的平面。 那如果你现在把E1,E2,E3, 三个Vector, 拿去做SPAN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少过整个三维的空间。 所以你也可以说, SPAN E1,E2,E3, 你把这三个Vector全部集合起来, 拿去做SPAN的话, 那你其实就等于R3。 我很难写英文, 我很难写英文, 就等于R3。 那如果你今天呢, 在三维空间中, 找了两个非平行的Vector, U跟V, 把它们拿去做SPAN的话, 你就可以扫出一个平面, 可以扫出一个平面。 那这个都非常的直觉。 那有了SPAN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刚才的陈述, 有关有没有解的这个陈述, 我们又可以换一个说法。 其实今天你学到的就是不断地换句话说, 其实也没真的教你说, 怎么确定说这个Vector Set做Linear Combination以后, 也没有教你说, 怎么真的检验它有没有解。 那我们今天就是不断地学习换句话说。 有没有解这件事情, 等于B是不是A的Linear Combination, 也等于B是不是在A的Column的SPAN里面。 A的Column所成的集合, 你把它拿去做SPAN这件事, 得到一个新的Vector Set, 我们把它夸起来说, 这个新的Vector Set, ColumnA所做SPAN以后得到新的Vector Set, 叫做大V。 那B, 有没有在这个SPAN以后得到的结果, 有没有在这个大V里面呢? 如果有的话, 代表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是有解的。 如果没有的话, 就代表它是没有解的。 所以今天这一份投影片, 在下课之前, 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另外一份投影片的开头。 今天在这一份投影片里面, 我们要告诉大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事情是说, 检验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有没有解, 等同于问下面这两个问题, 等同于问说, B是不是A的Column的Linear Combination, 等于问说, B是不是在A的Column做SPAN以后所形成的Vector Set, 如果是的话, 代表有解。 如果不是的话, 就代表没有解。 这一份投影片, 等于在A的Column, 在A的Column, 在A的Column,